请先来 揭开全新办公室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若晨 近年来海洋教育中心 对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动不遗余力 总中心召集人吴敬国教授 期待让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落实到每一位师生身上 未来国家的海洋教育成果发展 一定会有的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方向 主任张正杰在活动中 也发布结合户外教育路线的学习手册 内容汇集了全国各地 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点 推动也展现户外教育 与海洋教育共融 共好的愿景 户外教育是走出课室外的一种学习方式 藉由设置户外教育基地学校 辅以研发优质课程模组 与教学案例 呈现学校与在地社区环境 与产业的课程连结 中心的这些结果 实际上同学的同任 还有基地学校 以及各线事互换 大家一起领下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办理户外教育的 一开始的动机 很单纯也很简单 单纯的只是想要带学生出去外面 走一走看一看 在几年坐下来之后 我们开始观察到 是不是我们老师们还可以发挥 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 是不是做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规划 觉得在山野互玩互动的孩子 回到教室 他也会是有风采的 他会觉得 我其实是对大家有影响力的孩子 学习到之前到现在的责任越来越大了 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有问题 从海洋教育到护海教育 优质个人与学校的影片 展现丰硕的成果 来自全台各地的老师们 串联两议题教育的整合 引导学生多元事性发展 深化在地的人文与自然认同 实践永续的理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